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师啊 昔日我扶过您的手 至今还留有您的味道 曾经我得过您的法 至今还在血液中流淌 过去我听过您的教言 至今还在耳半回荡 虽然您的射身已离开了我 但您的智慧法身从未远去 人如当日一般 是我一切的源泉 不能看出 看布仁波切的皈依处是佛法身三宝 是赐予他智慧 慈悲与力量的大恩上师 法王如意宝 对佛教徒来说 上师三宝也是身心的依靠处 福报的真上处和智慧的源泉地 看布仁波切在很多场合中说过 我这一生最绝荣幸的地方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社会里遇到了佛法 遇到了我的上师们 尤其是法王如意宝 而生活在节奏和压力都超复合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在兰德闲下来 静下心来 是否也曾想过 寻求一个心灵的依靠处 哪里才是生命的皈依处呢 今天就请看布仁波切带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希望我们能从中受到启发 获得安慰 找到我们生命的真正的皈依处 现在就请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看布仁波切为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今天我到这个城市已经第三天 第四天了 然后明天呢 也是离开这里 前往巴黎 这期间呢 我看我们的很多佛教徒啊 非常的努力 不管是在修行上 在听法 听演讲 都非常拥挤 因为我以前来巴黎的时候呢 来法国的时候呢 我是比较年轻 也是当时有很多好奇的心 并没有成熟的这种智慧 但现在看了呢 就是到了法国以后 感觉我们这里的很多法国人呢 确实好像 也许我赞叹自己的民族 就是像藏族人一样 就是刚开始可能不太好认识 一认识以后呢 就是人格非常稳重 应该可能做得更远 就是我有这样的感受 今天是我的四天天的一天 在这一带里面 今天我会回来到这里 巴黎 在这里 巴黎 在这一天的旅程中 巴黎 我认为这些日子在这里 巴黎 在这里 巴黎 在这里 巴黎 我曾经在法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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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很年轻 我曾经很年轻 我没有练习 但今天我感觉 我感觉到 所有人在法庭上 都很联合 我认为他们可以 进入这个地步 中国和法国的关系 应该看得很好 我这次在提问当中 看到很多的这种 怎么说 中国的女性 很多都称了法国人的妻子 但是昨天提问当中 没有听中国的小话 男孩 就称为法国人的丈夫 也许可能有 但是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好像没有说清楚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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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和法国人 是很好的 我认为 我认为 所以 我认为 所有的问题 都被问了 都被问了 所有人 其中 有很多 中国人 都被婚了 他们被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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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我关心的 就是说 你们法国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呢 都 人都是一样的 需要 皈依 因为 很多人 到这里来 找你的丈夫 找你的妻子 这也是实际上 是我们人生当中的皈依处 也是找你的皈依的对境 sachant que tous les êtres humains 没有人 他们都非常同样 都被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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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寻找他们 是 他们尊敬 他们 他们尊敬 很多人 他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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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都被人 尊敬 他们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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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医生是病人的皈依族 也就是说病人,一性一意的皈依族就是要皈依族 同样的,我们的医生是病人的皈依族 学生,就是皈依族,要皈依老师 同样的,我们的孩子,皈依族,就是皈依父母 那么这些皈依呢,实际上我们世间的一种外在的皈依 那么我们心灵的皈依都需要佛法圣三宝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遗处 可能是人生是非常的迷茫 没有真实的意义,自己也找不到方向 那么所皈依的对境是什么样呢? 就是所谓的佛,就是觉悟者 在我们世间当中,完全觉悟到宇族万物的一种正象 就是这叫做是佛 而所谓的法,佛法圣当中 发那佛陀所宣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也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 他追悟所留下来的这些真理 现在我们各个国家都有非常明显的文字 所谓的皈依神呢 就是说最顺佛陀的修行这样的佛法的最顺者 也就是说真无佛教的真正的教义的这些人呢 就是叫做是圣众,就是皈依圣 说起来皈依三宝是很简单的 但实际上呢,我们心里真正需要一个依靠处的时候 需要一种觉悟的智慧 觉悟者,还有觉悟的智慧 还要跟我们一起求这种真理的同行道友 这三则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法圣三宝 最简意讨的说法 很简单说 思习择抹地 我们愿什么 好roll心 是 我们也在法车上 我们必须择抹到 和伙伴坚 和伙似的 当不知道 我们必须择抹地 在kach传将这三则 宝宝 我个人而言,对世界上的,我今天早上也讲了,所有的宗教都非常尊敬,也非常敬仰,还愿意彼此交流和学习,但是自己皈依的这种佛法身三宝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我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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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会不会改变我的选择。 因为,我这么多年以来吧,可以算是出家三十年以来,在出家之前我也去研究佛学。 这么多年以来,我可以说是不断地研究和不断地学习,但学习过程当中,我的确品尝到佛教智慧的这种滋味, 他的真理的这种不可言说的非常深深的地方。 所以说呢,我认为,的确是我们的佛教徒呢,就非常的荣幸。 我想,我认为,我的背语已经带得多长期了。 我认为,我认为,我病人的孩子,创造了很厉害。 有点深深的词 有点深深的词 有点很深的词 而是说的 哎呀 现在已经圆满皈依 然后中间呢 可能还有一点事件 就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问答怎么样 对 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问答 对 对 谢谢 quiero 全部都是咸尔语 実际意 Crisis 大型文字 就是音乐 included Step 并没有悉 又在结果 有红牙凯公司 以缴继续 需要解释论 为爱 我对 我的姿牛 有息 关上 在法国的话呢 嗯 可能应该有很多的上师吧 我对法国的情况不是特别清楚的 但是我想如果你家人也是这样学习的话 应该现在我们通过网络 通过网盘 学习正通的佛法也并不是很难的 一方面可能亲自找一些人也很重要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我们共同参加一些学习班 然后学习研讨会的话 其实佛教里面的很多的论典和系统的这样的学习 都能听得到 所以可能这样是更加就比较方便 你说的这个研讨会是在网上的 对 实际共修的话 对 实际共修的话也很好 我不是很清楚的这些研讨会在法国的研讨会 但是你能够随着研讨会的研讨会 也ビデстр是予 below台的评 t 少许是 ИPPO铃课 谢谢 本来的女朋友 今天有集大会 谢谢 我们是新子的 今次我们有一个法国人 他让我们给你带个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学佛业已经有几年了 其中有几个特别不太明白的地方 就是在你处理佛法与实际生活 以及与周围人的工作学习 这些关系中 很难有个特别好的融洽点 我想对于一个在家修行的人 而不是在不是真正的出家门来说 对于屈指来说 他应该如何去处理这样的游戏 以及怎样的平衡点 这是一个为止很疑惑的问题 有的时候因为周围的人 他们不理解你 或者是你想宣传佛法 却对不到别人的 可能很多人他们 他并不 并没有 必定有机缘 而且自己的知识可能是有限 或者是没有资格去宣传 该怎样去做 这样的 这个有三点 第一点 作为佛教徒一定要尽量的学习 相关的佛教的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从佛教的修行和佛教的理论 自己就不会担忧 第二一点 我们作为佛教徒一定要有双重身份 一个是佛教徒的身份 一个是作为你是一个家人的话 那么家里你要该夫妻的责任 比如说你是一个丈夫 你是一个工作的人员的话 你要努力地做这件事情 这是双重身份的 第三点 我们用智慧处理身边的人 我见到的人如果是医生的话 我要会说医生关心的话 我见到的如果是一个警察的话 我也会懂得随身他的语言 所以我们佛教徒一定要有一种智慧 在这个时候 你做什么事情就很方便 第一点 我们必须要议定 标准确与意识 我们的授零重身份 理衆质 如果您有避いて 这 Farce 我认为你不要有双重的 无优den 第二天,在习惯性中,你会有两个丝兴 在习惯性中,你会有两个丝兴的丝兴 在习惯性中,你会有两个丝兴 传扬 或是职业,你会在一社会 你会在习惯性中,你会有两个丝兴 重点掌描性中,你会有另一种重点 如果您的指使得更多的, 和暱化,你提供卖 需要您的谈访 您的谈访所谓的。 您的谈访所谓的方法 提供的谈访所谓的方法 首先来 Other人的谈访所谓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读生来自巴黎 那么我今天上午呢,想提问的时候呢 因为时间没有,但是幸福总是这么的突然来到我们的身边 那么今天下午就有这个机会 我有两个简短的问题来请问大人上师 第一个呢,作为一个上师的弟子和大圣佛法的追随者 那么我在想我们作为这种身份,佛弟子的身份 在去学习和发现其他宗教的过程当中 去看其他宗教的圣典或者参观他们的地方 我们作为佛弟子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规则 规矩或者是一些要求,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从另一个角度讲 对于那些不是佛教的其他的一些教派的人 那么他们在学习我们佛教的过程中 或者说了解和发觉我们佛教智慧宝藏的过程中 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给他 谢谢 我先问个问题,但是不问了 就是说,你本来今天上午也想问问题 但后来没有问这 第一个问题,我们佛教徒其实到其他的一些殿堂也好 宗教徒交往也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用一种学习的态度 了解的态度 求职的这种看法的话,没有什么不能的 我们佛教在瑜伽实体论里面 就是讲要学五名 就是学五种,像工强民等等 医学等等,天文学等等 这样的话,用求职的态度去哪里都可以 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跟他们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人很诚恳,这个很重要 也许对方不管是什么样都有各种情况 但是我对其他宗教人也好 不信教的人也好 包括我们佛教徒当中 人有一个很真诚的心,很善良的心 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很尊重的 内心当中,不是口头上 像交朋友或者跟他们交往的话 即使对方对你不认可 或者有怀疑,自己为心无愧 所以我觉得在交往过程当中 不管什么人就诚恳,真实,忠厚,很重要 是真的,你没有没有提到的问题 在明晚的节目的节目 首先,我会回答到你的第一个问题 在你的节目中,在你的节目中 如果您有一个宗教人或是一个宗教人 如果您有一个宗教人或是一个宗教人 你能够做试试的试试,你能够做试试的试试,你能够做试试的试试。 你能够的试词你许试为大家友谊启语酌,你能够试试。 如果你 lại很媪美,你稳定书 gradual是否那么试 Els同传试,你能够想 Facebook,不是对于首席跟普通缝隙均的一个是大 Tong師, 你能够做得好 你能够做得好 上师你好 我今天就是有个问题想问您 因为我的妈妈就是您的弟子 就是过瘾弟子 然后她现在每天也非常的精进 然后当时我有发现她在学佛的过程中呢 会迷失在一些 不是说迷失就是会沉浸在一些数字里面 比如说一天要完成一万遍延时星座 或者每天要喝很多很多个大头 我觉得她好像只 不是说只在意 就是非常在意完成这些数字 并没有真正的 有时间或者有精力去参透里面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她有一些所谓的有一点功力 我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可以摆脱 或者解除这样的一个心态 这个行为也许可能她如果没有很好地去学习 仅仅是依靠一个数字的执著当中可能不太好 但是如果她一边学习一边修行 然后也每天完成多少个数呢 也实际上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数字呢 每天都是对自己的这种修行有一种调查 就看今天我懈怠没有 今天我是不是很散乱啊 所以她每天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要求的话呢 说明对自己的修行更进一步地成为一种规范化 所以我们佛教也并不是非要有一种数字很重要的 但是有时候是通过一种数字和一种量 就是对她的通过量的变化 就是变成智的变化 就是智量呢 就是她量和智之间也有一些积累 否则的话 你没有任何的量呢 就是她的智很难改变 我认为我认为没有按照 我们不是用语装 在通过的课程 我们也不能用语装 用语装 我们不能用语装 所以不是一种好的方法 我们不能用语装 需要授语装 和修行和修行 我们也能用语装 我们能用语装 用语装 我们能用语装 你就要去描述 它是只有 到研究或是 做成的 如果 你会取得 出的 养值 还是 的数量 我觉得 不管 你会自己设定 要在幽黄 通过 的学习的学习 让您能够得到 基本上的学习 因此如苦海 然后我觉得我非常的对此生和这个轮回 非常的有出力性吧 就是我个人的话有一个强烈的出力性 所以我很希望我能起码在此生 能有我有限的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那具体的说我的困惑就是我个人很想单身 因为我从事一次教育事业 所以我很希望能更多的精力去放在工作中 但是我的父母就非常希望我早日结婚成家立业 在他们的那个角度看来 这才是一个人生的归属和意义 那我就想请上师解答一下 从我的角度来说应该怎么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 让他们明白我的这个选择 或者说呢 究竟上能帮助他们 谢谢上师 其实世间当中有很多成功的女人 其实世间当中有很多成功的女人 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很多的精灵不得不放在这上面 这是一个事实 我以前认识的一些 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 他们刚开始学校毕业的时候 很有这种好运性 但后来落入家庭之后 基本上所有的精灵都分在孩子的身上 或者说照顾老人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自己实在这样愿意的话 我想可能你对父母应该经常说 我的要求很高的一般可能找得到非常满意的人 所以你的要求一定要特别门槛提高 要提升这样的话 父母也不可能特别强迫吧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其他的方法 但是可以慢慢地来看 其实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合理性的 这样也许可能做的事情更好更多 很随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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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女士在做的功夫 在生活中的一切 没有想要成为婚离 而做孩子 有一个家庭的家庭 有一个家庭的家庭 而是在家庭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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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很多男人和女人 在初始终的家庭 他们有些计划 他们计划的家庭 但在婚离之后 他们在婚离 他们在家庭的家庭 都在家庭 他们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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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家庭 他们 这么远来的话,不太多了,然后也稳弃欧洲的所有的同学们一起看上市。 然后波学自己才出学前,然后问题都在学上市的法兵,会慢慢得到解答。 波学今天有个问题是波学的先生是法国人,然后他写了满满一张纸,总结了一下, 他是自己是从小时候洗礼,是听主教徒,就其实是今天早上的问题。 然后他今天听了上十年早上的开始之后,他的问题是既然这个信仰, 上十代讲到有了信仰才会有这个包容、宽容。 他说既然这个宽容在学教的教育中也可以来学习, 为什么还需要宗教和信仰呢? 这是我们讨论了非常久的一个问题,我无法说服他。 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宽容的学习,有这个词,在宗教当中也有。 但是我觉得在学校里面,比如说从哲学的层面,从文学的层面, 他可以讲宽容。但这种宽容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宽容。 而实际的理论真正结合到自身上的宽容可能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宽容通过菩提心来修行,应该用姿态交换。 真正把别人生命的价值放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开始进行修炼。 但是我们一般学校里面,这是一个理论学习。 当然我们也不要求非要,一定要修宗教,没有这个。 如果觉得学校里面的宽容已经足够的话,也可以。 但是可能理论和学术的有些知识跟人生当中实地的修制, 这两个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一般宗教有多多少少的修行,所以修行跟理论之间可能还要去思考。 关注重点是规规规则和语言, 和语言,整理论的倌架本性存在结合的。 构设的 mesmo责任, 随保护盖下, Vous可谈别人认为那一样的实际一个人的诱信。 或许直接和其他人的肌原来, 其中一个人的高分别移动。 你能够移动和其他人的语言。 你能够读学习这类型的筹语言。 在学校 在学校 我们学习 对护学 那你也知道 在学校 尤其学 中的学生 中的学 Úico 是连计 做的学校 所以 她重点 我相信 你要想想 去 做的 剑 中的学校 和学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提到佛教呢 他们就往往就说这就是一个哲学 包括这几天也有法国人提到这个问题 当提到哲学 他觉得好像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是特别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他很重要 他也真的很重要 然后他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哲学 他很好 然后就放到一边了 他就不能再继续进入更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然后我个人 我是很 我觉得佛教是非常好的 非常的利益 大家对我们自己 包括对整个社会 整个环境自然都有很深的一个利益 然后我也是很想让很多法国人就是说来学习认识佛教 因为我觉得像欧洲这边的人 他们的基本生活是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保障 他们有这个条件 同时他们也 很多人也希望就是说 再找一些物质以外的一种追求 寄托 然后我就想 我有什么方便的方法 可以让他们从一个方便的一个点 能够进入到佛教 对佛教的那个认识和学习 希望上次给我一点启发 谢谢 其实有一种切入点 有一种方法 让很多法国人想学佛法的 把他们召集起来 关在一个佛堂里面 门关上 开玩笑 其实刚开始中国汉地的很多人 原来大概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很多中国当时汉地的人 要么觉得佛教是非常迷信的 很多人持之以弊 还有一部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 我们普通人 凡人 没办法接触 但后来他们通过学习 真正动得了佛教的教义以后 才知道它原来是一个生活化的知识 不是什么高不可判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进一步地了解真正的 并不是佛教的一个仪归 仪式 不是这样的 它的真正的智慧和慈悲的教义 如果我们去学的话 他们慢慢知道对人生的改变 然后就知道是它的意义 所以有时候可能随远 有时候可能真的通过一种教义来推的话更适合 有时候还剩下三个人 还剩下三个人 为了解决定 因为我们有缘的时间 我会有很好的方法 我会有很好的方法 为教习的佛教书 和教习的佛教书 要集合所有的佛教书 在墙里面 然后我们关闭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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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这是一个卓 在1980年 我认为我认为我们不能继续 我们继续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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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在我们的论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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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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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问题 是关于佛教里面讲 随顺众生这个观点的 就是在一年前 然后我因为一些机会 读了一些书 也因为一些机缘开始吃素 那这个时候我的家里人呢 当他们为我做了很多好吃的东西的时候 因为里面有肉 我就会拒绝 那他们就会非常的伤心 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观点 就叫做随顺众生 他们如果特别伤心的时候 我就会说 好 那我吃这一盘 下一盘就不吃了好不好 就会这样 那么想要请问您 在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这个随顺众生到底对不对呢 OK 谢谢 首先说它是最后一个问题 这次我到格能诺贝尔这个城市 应该三天当中 我看我站着讲课已经站了八个小时 昨天两个小时 前天两个小时 今天上午和下午 然后感觉就是非常好 我有时候在别的地方呢 也就一天都是有八个小时 这三天就应该不算什么 但是呢 确实我们目的次 大家都以后好好地修行 尤其是我们菩提学会的人呢 希望大家不要中间半途而废 不要退 所以其他的有些 包括有些汉族和还有一些法国人 愿意参加的话呢 我们不涉及任何的经济 政治 其他都不涉及 这是完全是一个目标 大家学好 所以希望你们也乐于参加 我们其他没有什么传教的目的等等 都是大家共同学习 我也在外面也要在里面 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 完全是让很多人真正能通到一些佛教的教育 所以这是我的一份 也是一个希望 希望你们长期的 也许我以后经常来 也许不一定来 也不好说的 生命是无常的 不管怎么样 希望你们好好地学下去 这是我的最后的终结语 然后你的问题 一般随损众生 一些大的问题上 比如说让我们完全不要学佛 完全跟我们佛教大的理论 非常相违背的一些 不能直接随损 应该用其他的三家方便 如果问题不是特别大的话 跟家人和朋友的关系很重要的 包括你吃素的话 自己也有时候觉得肉特别好吃 看起来旁边的家人吃的时候也特别香 然后感觉一方面随损他们 然后也随损自己 这样可能问题不是很大的 如果大的原则上 也不能随损别人 也不能随损自己的烦恼 当然用自己的智慧来抉择 对 三天天 我在寓教训 我常常常常常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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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把讯拟 停止8个人 当中在三天已经养有了 所以你养至八天而不是八天 所以我一直以养有了 我入而至少很疾病 但是 我游到八天天 我游到八天下 我希望所有的佛陀佛的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也希望所有的佛陀佛的优优独播剧场—— 只要有意义的方法,可以利用一个平台的方法和学习的道理和文化学习的方法。 我没有机会回来 因为生活是真的 variable 和不够的 这就是我会与其他说的 关于你的问题 的信息 向别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件很重要 如果是有大問題,有大問題,有大問題, 他們會否定有大問題, 要有解釋一下, 如果是有大問題, 不太重要, 要吃肉, 在意识与朋友们和朋友们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觉得鱼是很好的,很精彩 您必须忽略于其他人 当然,你自己也 我们在座的人也可能一样的 我们的分别念比较重 一般没有一定的说服 你都不容易信任 但是的确 佛教的智慧 可以更得上科学 就更得上我们的智慧 所以我不得不在 他的离人下倒下 以前有一个印度学者 他做了一个赞叹佛陀的文章 赞扬佛陀的文章 但是他的这种赞美的方式比较特殊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我对其他的宗教并没有拍摄 也并没有对你有意义的去赞扬你 不管是哪一个宗派 只要有颠簸不破的真理 说的真理的话 我都会归于他 因此所谓的皈依并不是光是依靠一种意识 或者是外在的一个行为就可以了 更重要的通过学习 在自己内心当中认识到 所有的生命的益处 除了你这个佛陀和佛法以外 没有其他的地方 当然我们暂时可以跟所有的宗教都可以和谐 但对究竟的皈依 结局我们的生死轮回的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认识到佛陀最究竟的智慧 我们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非常有智慧的 比如说从时间教度来讲 精通 汉语 法语 英语 还有其他的西班语等等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智慧 但这种智慧不仅是用在世间上面 更重要的用在我们的解决生死大事的问题上 在这个时候 你用你的智慧来抉择我们的佛教的教义 到底是什么样 在这个时候呢 你会很惊讶地发现 其实两千五百多年前 给我们的清智的真实是不可思议 我知道的也许有中心 大家有很智慧的 大家有非常智慧的 知道中国语音、中国语音、英语、菱文 我们讨论英语和英语 但是这种智慧的智慧 我们能 chefs想要放一会儿 我们在地上 但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能复制 我们不复制 我们不复制 我们的死亡 用你的神秩 我们不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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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很公正地跟大家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佛教如果对整个人类也好 对所有的生命没有太大的重要 那么我们不一定建立地去宣传或者说奉扬它 但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它就是能解决我们的僧老死平的非常大的痛苦的一个妙药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把它给人家弘扬了我们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自身而言呢 我并没有像是我们佛教徒越多越好并没有这么想 但是我像佛教的这种真理呢 哪怕是一个人知道的话 这也是对他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的 是私自身而言那 дер 多么苦涨 相反的是真的 是真的要是我们生命的生命 的病毒和死 我们有责任的责任 我们有责任的责任 我们会说的瓦瓦 我不是说 很多人在这个世界当中 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意义在什么 比如真的除了赚钱 结婚甚至成家立业 除了这个以外 再没有什么需求吗 好像是很多人 就像街头的流浪汉一样的 就找不到生活的目标 和终究的光辉 可以说是终究的这种目标 很多人在地上 没有找到真正的生命 我们是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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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归于三宝之河呢 就像一个人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一样 就从此之刻 在轮回的大海当中呢 也不会产生恐怖之心 如果我们找到我们三宝之河之河 我们也找到我们历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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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外国平台 但在这三宝之河之河 我们没有到处为 我们之后 我们永远都会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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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很希望大家 大家皈依三宝用一种更深层次的去理解它的含义 这样的皈依以后就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佛陀给安安尊者讲过八种皈依的功德 还有我们整个三千世纪以各种七宝来供养非常多的佛的这种功德 不如一个人短短的时间当中皈依三宝的功德打 等等有非常多的功德 当您取消费时有很多功德 当您取消费时有很多功德 我们有八种功德 当您取消费时有很多功德 例如您取消费时有这种功德 您取消费时有很多功德 您取消费时有很多功德 突然一盏灯 这个灯光能遣除前年的黑暗一样 我们自己的心里有 无事以来的续续多多的障碍 但通过皈依之后 以这个智慧的力量 就很快就遣除自己的罪障 你取消费时有很多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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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佛法 皈依三宝的人 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很多的护法神 就包括有三十六位天神 就是一直就经常就保护着你 然后 后来取消费时有些神 有些神给你保护着你 这就是三十六位天神 保护着你毕竟的 真正皈依三宝的人不会堕落 也就是说堕到地狱 饿鬼 旁生等等 三二宝的人必须得到一种人身 更高的一些 包括一些天界的身体等等 一人 人必须得到一种真实的宝宝 在三宝堡 从未遇到另一宝堡 在三宝堡之后 三宝堡之后 在三宝堡之后 中文字幕奏 中文字幕奏 当然出入自己的功德非常多 以前有一位印度的尊者 Adicha Adicha尊者来到藏地以后 经常讲 诡异的功德 有些弟子给阿底下尊者说 你这么大的上师 讲一个小小的皈依 很多人都会笑你 你不应该讲皈依 应该讲一个大法 这样才是对的 但阿底下尊者说 皈依是所有的佛法里面最大的 我看不出更大的法 所以像他那样的大成就者 一直奉养这个皈依的法门 有很多的例子 例如有一个大师 叫阿底下 第一次来到台湾 他说了达马 如何取消 有一个人 他在这里的佛法里面 他说出了一篇的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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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皈依并不是我们开始做一次皈依就可以 那么时时刻刻当中经常念这个皈依记 比如我们藏地的很多修行人 包括有些大成就者 修行非常好的人也是经常念四皈依 我们藏文里面讲 我们汉语当中讲皈依四 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身 就是皈依四宝或者皈依三宝 这样的偈颂我们经常心中做 比如说走路的时候 坐车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或者说爬山的时候 等等 包括你在水里游泳的时候 也是可以变年变游泳 这种种研究 GP联合 Jersey 这本被修行的 一只时 Rebecca 法转门你几个深县吧 非常的重显他 那我说的事,这是四千块贝尔, 或许者, 是四千块贝尔, 大人, 十四千块贝尔, 和在你的岳江湖。 当你会打开, 上车, 与下来治理, 你会永远连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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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来发明日的唐文和御事 皈依的这种修法 实际上它能融入到我们生活很重要 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祈祷三宝念皈依纪 白天做工作或在上班的时候 也可以祈祷和念诵 晚上睡觉之前 也可以念诵 那这样的这种修行 就真正成为三宝之地子 Concernant la pratique dharma répète la formule est très important surtout lorsque l'on peut recombiner notre vie quotidienne avec cette formule lorsque vous vous l'avez vous répétez lorsque vous allez au travail vous pouvez le répétez aussi avant de se coucher le soir vous pouvez aussi le répétez ça c'est une sorte de pratique dharma et très important de la vie c'est une sorte de pratique dharma en commençant du début par une cérémonie en revanche plus importante il faut les pratiquer répétez la vie quotidienne c'est comment nous vivons jusqu'à la vie et aussi nous devons apprendre des choses tout le long de notre vie et si vous pratiquez constamment et perserfez jusqu'à la fin vous pouvez bénéficier beaucoup pour le choix c'est une sorte de l'esprit c'est une sorte de l'esprit c'est une sorte de l'esprit nous avons fait des choses de l'esprit c'est une sorte de l'esprit c'est une sorte de l'esprit c'est une sorte de la vie c'est très important 是最重要的,當您接受這個禮拜。 其實最重要的是,您必須拒絕對正確的方法, 與正確的方法。 我像我們很多西方人 西方以後應該從理論上認識佛教,從理論上學習。 因為我知道西方人,歐美人的邏輯思维很嚴謹 人的思考、能力非常严密非常好 那麼用你們的智慧來進行研究佛教的甚深意義 應該每個人會得到出復意料的效果。 我相信很多西方人 希望你們能夠認識佛教法 我們現在非常提倡 就是在海外 就是很多人通過學會這種團體的方式來進行學習。 這是有兩個目的。 我鼓勵勵勵勵勵勵 我們有兩種理由 來實行這麽方法。 第一個目的呢,因為現在我們很多的漢族 中國漢族人 他們到了西方之後呢 好像英文和其他民族的文字 來真正接觸 像藏地的高僧大德的一些佛法 就這些他們來講是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他們在奔地的中國的這種佛教教育也沒有了 然後西方的這種西方式的這個佛教教育也沒有得到的話呢 我看到他們還是比較科系 所以我們還是很希望通過這種韓語來不斷的學習 海外的很多中國人他們自己建立學會 應該雖然不像中國一樣那麼多的人 但是很多人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自己一方面在外生活 一方面也對自己真正的求學的道理不捨棄 這個對每個人來講是非常重要 我第一次的一步是 我找到很多中國人 在外面的學習 他們不太熟悉 他們不完全擁有英語 或其他外國語的學習 他們有些困難 跟计者要有些偶像 更多,这些人做的科技 这些达吗,这些人没有尽上 而且这些达吗 他们没有尽上 这些达吗 我希望大家可以学习的智能 在中国建立的智能 在建立一些社会 和集合的设计 真的在中国的智能 你也可以,像阿拉伯,你工作,你勤努力,在同时,你也可以做的好。 第二个目的呢,我们很多西方人,他们虽然能感受一些藏地大德,他们的一些观点,简单的一些修法,这样的。 但是从理论上,非常系统的,先宗或者是密宗的,一些理论上的这种学习呢,不太多。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很希望,就是很多现在中国人呢,也是懂英语的,懂法语的,懂德语的,有各种国家的这种文字和语言来读精通。 当你精通世间法的同时呢,也多学一下一些佛法方面的,就是,比如说法语的佛法的名词,然后英语的佛法的名词。 然后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等等,这些呢,就是一起交流。 这样之后,我相信他们的生活呢,通过理论的这种学习,然后修法的这种行程,这样以后呢,一定会是有很大的这种改变。 我们的第二个语言,就是这个语言。 我知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秘密的,有很多大陆国家,有很多大陆国家,有很多大陆国家。 也不太多 既然你中国人知道英语、英语、英语、英语 你认为了很多的知识 可以讨论语语语语 和语语语语语麻烷 然后跟你一起教 Communist omon代中国人 和朋友 所以我也经常出去到各个国家去 我很希望我们很多的汉族的年轻人 就是要负起这种责任 一个是自己的修行 自己的学习 还要利用你的语言和你的周围的人脉 真正把佛教的真理告诉别人 别人能不能接受别人的事情 我们不能强迫 但是我们的发心真正是帮助别人 暂时在人生当中的很多痛苦接触 更究竟的从轮回的大海里面 让他获得了这种救度 就是最后到解脱的必安 所以我很希望很多人应该要发起这个努力的信 我认为很多人的责任 外国人的责任 我希望那些年轻人的责任 在外国人的责任 这种责任的责任 你能不能拓打瓦的道理 而拓打瓦的道理 你能不能拓打瓦的道理 如果你的初心想是 是带予人们的道理 为他们能拓打瓦的道理 你能拓打瓦的道理 我用汉语来讲 本来我用藏语也可以讲 但一方面是翻译 另一方面的话 我对汉族用汉语讲经说法 接近三十年 而且跟汉族这边的人脉比较广 我也有责任 国外很多汉族的这些人 不要在中间流失 西式的教育也得不到 中式的教育也抛弃了 所以你在中间 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修行的话 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到国外去的话 其实我对西方的很多的思想 语言都不懂 所以对我来讲是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对很多汉族人来讲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 所以我希望很多汉族人 也应该尽量加入我们一些学佛的团体 大家系统的闻思修行 同时我们有缘的这种机缘 这种机缘要抓住一些机缘 自己在生活当中 在修行当中 一定要坚强起来 不断的努力 不要太斜的 不要睡得 时间太长了 今天早上我们十点钟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说说我们法国人 肯定现在还在梦想当中 我当时觉得很惊讶 怎么十点钟还在做梦 我试语言 我不太熟悉了文化的文化 但我认为中国的文化 我请你加入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这几天可能就特别累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 我们道友们大家一定要团结和合 其实和合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家庭也好 国家也好 我们的佛教团体一定要和合的基础上 如果整天吵架可能是家庭也不快乐 我们团体也不会开心的 不会有发展 所以先有这种稳定和合合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一定要努力地去学 努力地去做 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要长远地考虑 不是 尤其是学佛 不是它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特别成员的利益 昨天我看一个法国律师 他说已经修了三十年了 很好的 那天我看法国这边的索教仁波切的有些弟子 以前我二十多年前的时候也是他的弟子 现在也是成为他的主要弟子 其实人要有一种很长的心 不是一天两天就变了 一年两年就变了 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很多变化 但是我们的人格和人性就不能变 包括学佛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刚开头 我对法国人不是很了解 但是从表情上看 好像法国人很稳重 所以我希望我们很多人也一定要长期地学习 长期地学习 最后 我想要非常感谢 所有人们的联系 和人们的联系 我们应该是非常疲惧 因为我们的联系很厉害 我认为我们应该要建议 我们的联系奖 我们的联系奖 如果我们有一个家庭 我们不能有一个家庭 有一个家庭 有一个优优优独播 我认为人们会听到很好的华谣 他们会变得很快就会长远 我认为我们设计的工作 我们不能继续一年 后一次我们要有两个人的视频 我们要有长期的观看 有三年后 二十年后 我认为智慧的熊慧 我认为智慧的 我认为智慧的 今时我还认为智慧的 现在我们还认为智慧的 在理智慧的 我们时常常有很多不同的事 不可能是一件事不可能 但是 心中心的心 心中心 不可能 改变成了 而 以你的西方企业 我认为 你真的 很快 去做什么 有些事情在 long term et j'espère c'est aussi la vérité 下面我這裡 給大家念幾個傳承 然後過來以後 如果有時間再做一個簡單的問答 maintenant j'aimerais bien faire des avec tout le monde 如果我們還有少量的時間 我會在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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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你中心啊 Wannaame 我會在你的答案 如果我會在你的答案 如果你就真的試試 會不會當你的答案 我也不努力 你是否姊你們 你怎麼變 Вас 感谢观看